这边六个名字有龙的这些李代表呢 带着龙的对联 要力挺立委候选人林佳龙 那么林佳龙的替身呢 就是这个四号巨龙宝宝 也首度亮相 台中东南中西区地委候选人林佳龙 推出造势替身四号巨龙宝宝 模样相当讨喜 不少支持者都争相拍照留念 同时西区六个李代表 送上蹄子龙的对联 希望讨个好彩头 为了转现以龙挺龙的决心 六个李代表分别以李的名字 提字龙的对联 像是名龙李提字国泰明安龙年来 安龙李福来安平龙欢喜 希望能为林佳龙增添龙年选举喜气 另外同学区的对手曾坤炳则是带领支持者 前往地方法院案龙控告台中市长胡志强 一次涉嫌不法土利 黎明永村安可等重划区的承办公司 应该定底价公开标准 不能私相授受 曾坤炳警咬胡志强涉嫌土利不法 不过台中地震局局长曾国军解释 重划区的地主有权自行重划 不用公开标售 更没有所谓土利承办公司的问题 只能说选战越打越激烈 有的推出吉祥武讨喜气 有的争取机会搏版面 就是希望在选战中突破成为 三雄游验子 沈明志林博焰 台中报